字幕志愿者 杨茜 回到五间总结的环节 我身边的嘉宾是研究部经理陈伟聪 Jason Jason 你好 阿兵 你好 先跟Jason跟进一下A股半天收市表现 先讲讲上证指数 半天跌了3点 收布在2268点 沪深300指数跌9点 最近2555点 深圳城指跌44点 最近9080点 看到300指数来说 都是向下 但跌幅率不算多 其实都是继续在杂幅整固当中 会不会几时才可以向上爆一爆 其实内地暂时都没有什么明确方向 始终你看到近期 虽然经济数据都比较差 但大家都有个憧憬 就说内地方面 会不会都在流动证方面放松一点 又或者 未来会召开城镇化的工作会议 会不会有些新的政策出来 希望可以托一托经济 所以因为这些因素 就令到内地的A股 没有说过很大的跌幅 近期都是 你看到外围的股市调整 但内地A股方面 就相对都还是挺硬正 所以都有机会是反映着 外围的资金都似乎有些换马的行动 将之前说的是日股方面 美股方面 又或者是美债方面 那些钱都开始流出来 会不会流入中国的A股市场上 我觉得如果你说 单看近日 内地A股的成交 每日都能够维持到 大概2000亿流上的话 其实机会都真的挺大 所以我自己看来内地A股方面 虽然你说上升的条件 就暂时不多 但你说要去再大跌的空间 我都同样认为 都不会太大 好,那说到A股方面的情况 留意港股方面的情况 我看到今天来说 市都随着外围方面 美股方面多个下跌的情况 现在都是跌着187点 今晚做的是22,102点 跌幅来说是0.82% 先问你 其实看成交方面 就不算多 暂时来说 252 怎么看港股的情况 都是随着外围方面 有个下跌 数据又做得麻麻 应该怎么看 始终港股最近的跌 又似乎跟回外围多一点 是很少的 特别就说 见到美股 始终大家现在都炒 究竟 今个星期五出的飞龙数字 会不会真的特别好呢 一旦你说 真的相当之好 亦都会进一步增加 就是市场对于 未来的QE3 将会退市的预期 所以这方面 都令到近期的美股 和年代的港股方面 都是有些影响在 另外也都不能够忽略 去到这个星期尾 内地方面都会出一些经济数据 当中包括一些进出口的数字 和一些固定资产投资 零售销售等等的数据 所以大家都有些忧虑 因为之前的PMI 都出得不是太理想 如果你说去到 星期尾再出的数据 都仍然是差的话 似乎对于内地的经济看法 都可能会进一步转向悲观 所以这些情绪 都影响到近期的投资器 所以正如之前那几天说 这一段时间的市跌 我相信有机会 在这个几星期都会持续 甚至乎你说 穿一穿两万二 或者试试那四月份 那些低位两万一千五 机会都是有的 但是就算你说试试那些位都好 仍然都算是一个 上落市的格局上面 会不会去到六月中打厚 当些基金要做半年结的时候 希望在六月底做好市 到时候我相信 恒志有机会做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 在六月初这段时间 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或者在买股的时候 都尽量不要太大注 好 谢谢Jason 和你分析了市况方面的情况 我们先看看 主要蓝筹股 临近半日收市的最新表现 会控现在做86.25 跌2.5 中移动80.2 跌3.5 中国银行3.6.8 跌1 工商银行5.3.5 跌3 健行方面6.2 跌4 港交所129.1 跌3毫 中人寿19.9 跌4 有本保险33.3 半跌1 腾讯控股301.6 现在跌8 跌幅不超过1% 金沙中国40.05 跌8.9 跌幅超过2% 再看另外几只 本地地产股本地跌小 长江实业跌超过2% 做106.3 新农基地产100 跌1.5 九仓70.5 跌幅接近1% 中海外22.8 升5 至于环置地 现在跌1.5 做23.7 看油股走势 国别发展 中海油升4 中石油跌8 中石化跌毫1 至于昆仁能源 这刻跌8 跌幅超过1% 做14.56 中国神华 25.75 跌5 今天跌幅最大的南修 就是恒基地产 恒基地产 现在这刻跌30% 做47.65 至于今天做得比较好的 南修暂时来说 升幅最大就是恒安国际 1044 现在这刻跌升5.1% 先跟Jason跟进一下 各别的移动板块 今天的新能源股 相关板块来说 都有一个升势 好像是封电 也是炒进 衝敬国家电网方面 将会翻新 带动整个板块 先看看板块的最新表现 先跟Jason先讲 就是这个新闻 其实就是衝敬国家电网 将会翻新 封电应用 覆盖方面 有没有帮到手 帮到来说有多少 这次电网翻新 中央方面都说 打算利用接近6千亿方面的人民币 做一个投资 如果你看到这个额度 我相信都可能会令到很多电网方面 特别是偏远地区的电纜 都会可以进行一个维修 或者翻新的工作 这方面对于封电股来说 最为是好处 为什么呢 之前经常都跟大家说 封电现在面对的问题 始终在一些偏远地区 他们发了一些电 但是在当地消灵的时候 就不能够利用那些发电的装置 或者一些输电的设备 就运去其他的区域那里 当中都是因为很多电网方面的设施 都已经是老化了 又或者本身的电压不够 就令到电网擠塞的问题 就不断是恶化的 所以你说中央现在终于是叫做出手了 有些具体政策出来 就说会将电网整个的建设方面 是再做好一点的 做一些维修翻新的动作的话 我相信对于封电的应用率方面 又或者传输方面 都应该会有个比较好的表现 所以你说这个板块 我觉得仍然能够可以进一步再看好一点 跟进来就是光复方面整个板块 刚刚看到今天来说 除了说到光复扶持的新政策 可能会越底推出 大家充电这件事之外 都要留意欧盟 对说光复相反 这件事的结果 大家都很关心 其实这些等等的消息 如何影响这个板块 但始终整个行业来说 产能过剩等等来说 问题依然困扰着 怎么看这个板块 短期的今天秋星都是因为那个裁决 始终你说现在有两个月的时间 让大家再谈 我觉得大家都有个憧憬 到最后中国和欧洲方面 是能够可以谈好 你说现在实行那个初步的税率 反应消息方面都是11%左右 对于这些光复企业来说 就不会有很大打击 只要你说去到两个月之后 真的能够谈好 那四成多的税率 不需要真的执行的话 对于中国内地的太阳能产品的出口 都会有提振作用在这 所以短期里面 这个板块有条件可以看好一点 但是你说中长线的 始终基本面 正如你所说 在产能过程的困扰之下 都令到很多太阳能的龟片 或者电池的价 都仍有个下跌趋势 只要你说这一个情况 都未能完全扭转过来 我相信这个板块 都只不过有反弹 但就不会有大升的局面 好 那么看法都比较审慎一点 好 谢谢Jason 我们先和大家跟进一下 刚刚提到光复板块 以及封电板块的最新表现 先看看太阳能方面 淘宝丹克现在升4 阳光能源升近3% 至于保铁协银也升近5% 现在来说是过9% 至于轻易太阳能 反而要跌轻微跌1% 现在做7.81% 风电方面 我们看到农园电力 现在做8.09元 升幅接近3% 大唐新能源升超过6% 华能新能源升超过4% 金风科技 现在做6.02元 升了四猴三指 升幅接近8% 高速传动 现在升超过5% 现在做4.04元 然后跟进了 中资券商股方面整个板块 今天有双方消息传出 就是证券业的规划 有望在今个月中定稿 今天整个中资券商股的板块 都有少少的声势 但帮助好像不是很大 没有大声 应该怎样看相关新闻 是的 始终这个新闻 都是说一些有关部门 跟一些证券公司 基金公司 上周召开了闭门会议 当中说 未来十年增长十倍 照计的幅度是相当之厉害的 每年来说 平均都有一倍的增长 当中也在说 未来是定息收益 一些利率产品 商品等等方面 都能够再加强 创新的领域 希望捐商有更加多的收入来源 如果你说这个方案 未来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正式的定案 真的能够有个政策出台 我相信对于创新股来说 都是有个相当大的帮助 由于始终现在还是一个消息 或者传闻的层面 一日未落实的话 市场上都仍然是有些不确定性在 究竟你说之前传了这么多的东西 何时才能够真的可以 黑是白智地叫做落实 所以你说的时间表来说 都是相当之重要的 所以目前来说 这个板块是有憧憬的 但是短期当这个消息 仍然都还未能够落实之前 股价仍然都只能够是一个反复上落的局变 特别就是说 如果你说A股方面 走势仍然都还是偏弱一点 对于捐商股来说 都会有个压力在 不如跟你跟进 中国银行6881 文贺证券 都是其中一只 就是内地的捐商股 但是看到上市来的走势 好像一般 现在来说 五个三毛山 最要跌的是三仙 跌幅来说 接近1% 上市来的表现都是一般 其实抽了朋友 现在有货 应该怎样做呢 都很无奈 因为始终去上市的时候 属于那时的大市气氛 算是不错 但是见到他上市 挂牌之后 市又不断下跌 所以都拖累了股价表现 如果本身抽了很大价 接下来的股价有机会 弹上去大概五个四毛半至五个半 都可以初步去到减一减磅 至于你说本身未进入 又抽不到 去到这些位置 我觉得暂时都可以 不需要这么急去买货 好 谢谢Jason 先跟大家跟进行指方面的走势 这一刻经意停定 现在是在做22,101点 本日例计跌了184点 跌幅方面是0.83% 低成交方面261亿 国企指数收停在10,466点 跌了71点 国企指数方面跌了143点 最好是21,852点 低于249点 成交欄方面还未超过3万张 谢谢Jason 先和你做个申报 刚才提及股份自己有没有持有 没持有 谢谢Jason 我们先休息一会 1点钟的时间 继续都会要留在京台的直播时间 如果大家想问股票问题的话 在这个时候依然可以电邮给我们 电邮地址 ASK at BSChannel.com 1点钟再见